大家好 欢迎光临中正评测 这些的两个目的 一个是i5的10400这个CPU的呈现 再则是我们新的DIY开车的内容 CPU是i5的10400CPU散片 按说增加了超线程以后应该和R5的3600是画等号了 硬盘还是这个新数蓝盘SN550 500G这样在实测的环节可以跳过一些内容了 内存是海盗船的8G3200 这个内存的没必要3200的 但是2933的你没有恰好的这个频率 那高一点不碍事 电源的还是这个技嘉的500瓦的通牌的电源 我的预测呢 酷能之珍i70C这个散热器呢 塞铜板的是可以压得住这个CPU的 如果压不住我们中途再换 主板的是这个技嘉的B460MDRV 主板的供电的是4加2两个内存插槽 一个M2孔 这些的显卡的提升一个档次是RTX2060S8G 风扇的是两个塑料的背板 四个接口 两条热管 机箱的风扇呢 会有四个 前面三个 后面一个 这些呢 我是带着好奇心去开箱的 那这个CPU如果能达到R5的3600的水平 我就已经很满意了 主板呢 也可以用Z490 但这个主板贵了500的外钱 不值 看上去呢 确实要彻底的好一个档次 供电的是11加1 有四个内存操槽 三个M2口 这个主板建用的i7以上的才用的它 机箱呢 是爱过者的M5 比大水牛呢 要高一个档次 前面板呢 是完全漏空的 之前我们用到过 前后的风道呢 完全是贯穿的 这是一个MXX的机箱 前面可以装三个 后面一个 顶部两个风扇位 转90度可以看到有单独的电源仓位 背后的底部呢 可以装3.5英寸的硬盘 下面开始装机 装机的过程呢 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 我们日常的装机呢 也都会在直播间去展示 37的底部是塞同的 硅质呢 千万不要抹太厚了 多了时得其反 硬盘呢 是五年至宝的国行 我们和以前一样会给硬盘装一个散热片 吸出蓝盘的发射量很低 这个散热片已经足够了 而且这个CPU散热器啊 刚好可以把风吹到这个上面来 机家这个铜牌的电源呢 12伏是38安 那么上2060S就比较有意义了 很快就装完了 装机啊 其实更多是对产品的认知 产品的反修率和搭配的合理性的理解 再就是对于溢价是否买单 在我的认知当中有一些溢价是可以买单的 但是太多的溢价就不值得买单了 前面版的风扇比大水牛要好装很多 用白色的沙袋 大家说不好看 我记得和大家讲解过 国内的塑料行业 塑料厂基本上啊 都是新料和回收料餐的用 越浅色的这种情况越好一点 已经好了 其实非常简单 最后再次强调一下电源线的重要性 往往和安全挂钩的不是危言耸停 打开机器看一下 颜值还算在线啊 如果不喜欢这么多光效呢 可以找客服去用无光的风扇 装上玻璃侧板以后 比较搞笑和尴尬的是正经的厂家对无光的风扇 但已经生产量很低了 第一是市场端的原因 第二呢 是叠加了疫情的原因 我们最近拿着九州风扇那点风扇啊 无光的是呼吸机上用的 那价格贵的要死 显示器呢 还是这个飞利浦的272M8 这个显示器在我们公众号领券以后是1199的价格144核子一毫秒 可以看到12个框框 三级缓程是12兆 内存的频率还是2666CPU的PL12是65瓦和81.3瓦 应该是主板太新了 很多信息都不显示Bios的版本是F2CPU和GPU的信息 这些呢 如果看不清的话 可以到公众号来看 公众号呢 是YZZZDN 主板的芯片组这一栏就不显示 内存的带宽正常水平38.7G延迟很好 59.2纳秒CPU缓存的速度和9400F没有明显的提升呢 各种新品 连内存频率都不认识 跑分的时候CPU是57瓦 比i5的9400F还是有提高的 大概在350分左右CPU满载以后是398G 温度还好51度 国际上期是22601分 基本上可以和笔记本上 i7的10750H画约等号 看这个样子 鲁大师的CPU分应该能跑到12万多13万左右 比9400F还是有明显提升的 9400F一般是在859万的样子 硬盘的跑分并不算优秀 更好一个档次呢 是SN750但是价格就贵了 这块蓝盘呢 其实已经跑过N4N次了 初缓存以后写入是438兆 大家注意温度啊 43度非常低 读取的速度是1.79G和以前一样的方法去剪一个十分钟的视频 先用CPU去剪 开始以后呢 CPU是3.98G 60瓦 笔记本的i7的10750H会有100瓦 在这个时候 但频率会高一点是4.17G笔记本温度正常满载以后会在九十几度 我们现在这个台式机的i5的10400温度是59度3.98G 62瓦 按说呢和i7的10750H呢 是花约等号的 完成了三分四十八秒 也就是228秒 也几乎就等于是i7的10750H 比我们刚刚开车的R53600的主题 慢了25秒 那个主题的方案是R53600配2060 价格是4990 我构想的GPU加速 再来一次 应该会很快的 完成了33秒 还是够快的 我非常讨厌橘子这个平台 我现在正在做一堆的操作CPU这个占用率还行 超线程呢 对多任务的帮助还是比较明显的 终于下载好了 跑3DMark3DMark的跑分CPU是7181分显卡是8679分CPU的跑分和锐龙的3600几乎一样 2060的显卡跑分在7500分左右 2060S呢 是8679分 还是明显高的 开始单考CPU的频率是3.99G 61瓦 环境温度的22度差一丁点 现在CPU的频率是3.98G 63.9瓦 60度 可以确定这个散热器压得住这个CPU了 双号我估计也没问题 主要看这个显卡了 总共的烤机时间是57分钟CPU呢 现在是65度到68度之间 频率还是3.98G没有变化 60瓦 显卡是1.86G 74度 185瓦 机器背后的出风口是31度 插线板上是325瓦 噪音是45分贝 那就不用继续烤机了 温度肯定压得住 电源也是必然够用 双烤时机身最热的位置是显卡CPU的位置都没有 这个机枪我把玻璃门打开以后 你们看显卡和底部的电源仓的位置是比较近的 但是总的来说 温度还是压得住的 是因为前后的这个风道是比较好的 前面板的风扇最关键是下面两个都对着显卡的位置 手如果放在机枪风扇的后面是明显能感觉到风量的CPU60瓦的话 4加2的供电是完全彻彻有余了 倒是没想到时代的CPU功耗表现还不错 绝对求生的画质设置和以前是一样的 都是超高 现在野外跑的帧数呢是250帧左右CPU占用不高 比i5的9400F是要好的 温度呢也不高43度 3.9 3.99G也还不错 显卡的占用9664度也不高 1.875G显存的8G显存的肯定是占不满了 有点像恐怖片 不行了吗 上飞机了 现在帧数280几帧跳伞了 现在160 170几帧 160几帧 稍稍有点高啊 下落的过程中也有130A 155帧了 落地进房间 现在161帧180帧 在野外跑步呢 是170帧不到一点 现在再看一下画质设置 在这里全屏显示都是超高 而且在操作上的是比较流畅的感觉 非常流畅 应该讲 都不知道谁打来的 观战一下啊 很多时候玩这个游戏呢 是一行求死 否则的话 我应该能狗活到第二名 巫师三是我非常讨厌的游戏 这是最高的画质 玩了很久很久了 他还在提示我每一个动作 帧数呢 在左上角是115帧 110帧 114 107 99 可以跳了 哎 跳不下去 死了 再看一看 占地5 占地5的画质设置都已经是最高了 该打开的也都打开了 财经游戏 光追是打开的 之前呢 我们看2060应该是在70帧左右 75帧 那2060s呢 会在90帧左右 我们上去 现在是85帧 在这个火面前会有80帧左右 84帧 发生战斗以后呢 80帧左右 不管你的战友还是敌人 被打中了 都会惨叫的 死之前都会喊妈妈的 又站在水边了 这是枪的光影 可以看一下 同样的位置 帧数在110帧左右 我一会退出去 把光追再关闭掉 我不确定刚才的分辨率是对的啊 因为我现在看不了相机里面的画面太小了 那就以现在的为准 现在是144帧 140帧左右 这是关掉光追的 这个位置呢 是110 120帧左右 火堆面前是115帧 现在水边的帧数是144帧 好像大家不管买了什么机器 都必须要玩英雄内蒙 画质的设置呢 是非常高 所有都是最高的 应该是 现在400多帧 300多帧 现在在地图中间是200多帧 我故意在斗塔浪费他弹药 一会儿他就出兵了 他伤不了我什么的 发生战斗以后 现在是220帧左右 我放了魔法 他一会儿就死光了 直接攻打大饼的时候呢 负载会重一点 现在只有200帧左右了 死了 通过实测来看的话 内存确实只支持2666 2933有点想当然了 那内存可以换成2666这样子 结果是我把内存换成了8G2666两条海盗船复仇者 这样省的钱呢 我去减总价了 原本我以为可以搞定2933的双通道 那现在看省钱了 最终这个方案呢 用了海盗船的8G2666的双通道 如果直接用金斯顿的8G2666的普条 那可以省很多钱 这样可以直接把蓝盘升上黑盘了 但是我还是担心兼容性问题 南亚克里的金斯顿呢 不是一定蓝屏 但是蓝屏的话就很麻烦 来回折腾机器 对双方感受都不好 CPU基本上就是英特尔版的锐龙3600 通常的功耗 温度和频率都好于MD 两个CPU的性能呢 可以画约等号 但是总体的平台成本会高于MD 我刚刚对比了一下 我们开车的3600的那个CPU用的悬兵400 温度是75度 这个机器呢 是用一个普通的酷冷之尊的i70C 但是温度是68度 还低了7度 RTX2060S呢 比2060功耗会大了40瓦 这样发热量也会更大 在CPU的下方 这样子CPU的温度反而还比他更低 这样来看的话 英特尔这方面还是做的比较不错的 劣势也非常明显 就是在内存上面 内存的不支持高频MD 的B450的主板就可以超频 那它的话 必须搭配Z490才行 这样平台成本会高很多 很多游戏呢 你把内存频率从2666升到3200会有10帧到20帧的提升 英特尔这个平台呢 你如果想用高频的内存 就必须把主板升成Z490 这样会多花500的块钱 就非常不值了 DIY精神的是要计算性价比的 凡是要有度 目前的时代I7的价格还太高 虚高应该讲 等价格区合理了 我再用Z490去做一次实测 英特尔的传统优势呢 是测比较稳 并且呢 在几年以后出二手会比较价格好 因为内存省钱了嘛 那我们价格也重新调整过了 那2060S的方案呢 是5950 2060的方案呢 是52009 1060的方案呢 可以4750 后续呢 我会比较期待10400F 这样简单核显呢 哪怕便宜100块钱都是好事 100块钱呢 对于DIY来说 绝不是小钱 只要你用对的地方 可以蓝盘变成黑盘 可以把散热器提升一个档次 最后呢 是我们演示机的折价 那这个机器呢 还是按照5950 然后呢 多送一个机械硬盘1T 这个硬盘呢 国行两年之宝 悉数的官网可以查到序列号 我们开车的机器呢 默认 正式发顺丰或者德邦 会预收99运费 不够的话 我们贴 多收了 我们再退差 找我们呢 可以在淘宝的首页 搜中正评测官方店 可以找到我们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呢 可以跟我们客服联系 大家反复问到的锐龙的3100和3300X 我认为价格太高了 四核八线程600多800多 这个价格太不合理 我也反复跟厂家业务沟通这个事情 他们也认为这个价格高了 我觉得吧 这将150块钱 这样会更合理一点 等价格更加合理的时候 再拿这个CPU去做开车 这些所有的图文的内容和数据的汇总 都会放在工作号里 工作号是YZZZDN 之前的2899 3799 不同价位段的机器呢 也适合不同需求的人群 大家也可以研究一下 就在工作号里